大家好,我是李順時 今天我要介紹的這款作品 是一款由Unity開發的塔防遊戲模板 它本身是可以在網路上下載去做學習的 因為我本身對遊戲配樂相當有興趣 所以也持續在遊戲相關的配樂產業去做精進跟學習 我使用的Middleware是Wise 我們可以稍來看一下遊戲的配樂架構 首先它有不同的intensity level 也就是說隨著敵人的波數出來的時間不一樣的時候 第三波、第七波之類的時候 它的音樂會不一樣 我使用的本身是Horizontal Branching 也就是說一個段落結束了之後 我會再接到下一個段落這樣去 那在遊戲本身之間我有使用 就是所謂的Vertical Reorchestration 那目的的原因是為了要節省資源 我只要小小的一個短短五小節去做重複 但是我的旋律是有不同的主導動機 所以舉個例子我們來看一下 比如說intensity 1 它的一個random motif 可以看一下這個架構裡面 它就是有好幾種motif 有可能有violin的motif 還有甚至viola chello的motif 甚至我還放了兩個空白的地方 兩個空白其實有時候就是說 一段音樂如果沒有相關的主導動機 motif沒有旋律 其實也是一個好的音樂 這樣子 那這是我所使用的技巧 那除了這個之外 我還放上了一些stinger 也就是說今天當有些東西被觸發的時候 舉個例子 我今天我的堡壘被攻擊的時候 或者是我遊戲輸的時候 那我就會觸發這個stinger 或者是transition這樣子 好 那我們就來看看這個遊戲 好 一開始就是一個main menu的音樂 這個按鍵的聲音也是我自己設計的 然後 開頭也是一個motif 然後這是intensity 0 0的一個音樂 那我們就開始吧 然後 冰要出來的聲音 這個stinger也是我弄的 大家可以留意到 背後的這個 呃 選樂的stegato 它也是屬於一個 redcode requestration 它本身有時候有 有時候沒有 好 現在進入的是intensity 2的一個音樂 多了一個節奏樂器 好 那接下來這個是intensity 3的這個音樂 可以留意一下它的速度稍微變快了一點點 可以留意一下它的速度稍微變快了一點點 這樣子 這也是一個小小的一個設計 好那我們已經聽到intensity 3了 那我們來稍微聽一下 這遊戲輸還有遊戲包來被打的聲音齁 我們來稍微聽一下這遊戲輸還有遊戲包來被打的聲音齁 好那謝謝大家今天的觀賞 謝謝